这是客户买的路计 偶然一次他发现 家里的网络有收千兆有收百兆 后面喊了师傅 但师傅两次维修都没有解决掉 所以就喊我过来 看看能不能找到原因 进来的时候客户就测速给我看 没想到这回车就反而更低了 这么低啊 他现在可能是我姐里面下东西 一般是到90多 你看这是我刚刚测的 92.89就是93左右 一般测都是90 最近都是90 前段时间陆陆续续 前段时间有一次 900 对 看测速的记录 确实出现千兆百兆来回跳的情况 谁得去陆陆续那边 看看是什么情况 我看的 在这里面 小心 这个不是你的陆续吧 这光猫 这个是光猫 那你陆续在哪呢 陆续在哪呢 陆续在哪呢 这陆续挺不错的 一般很难会出现故障 我猜十有八九 是线路的问题 所以我要查一下它的线路才行 你这个电视能拿起来的吗 能挪出来的吗 它陷在这里 然后它是从这里有根管嘛 好看的 这个是两个线 一根是IPGB 一根是网线 嗯 就是说这两个管是到那个 热电箱 然后这个 热电箱是从这边过来 热电箱从这里过来 然后这边是3号电视上面嘛 你这个我大概看了一下 可能是这个问题哦 哪个 你这个模块的问题 这种是缅压模块 一旦接触不好 就容易变成摆照或者断网 所以我得拿电脑机上去试一下 看下是不是模块的问题 那边就是过来测这些网线就是 嗯 把这一根它说过来都是有1000兆的 它来测之后呢 我得看一下是路由器 设置的问题还是网线问题 我初步判断是网线的问题 这里可以看速率 嗯 速率是1000兆的 就线过来是1000兆了 就是说这个是路由器和光猫之间的学长速率 1000兆 我以为会是100兆 没想到现在是1000兆 这也难怪之前师父不好去排查 所以我就跳过路由器用电脑不好试下 看下会不会出现千兆百兆的情况 它有时候是就是4月份的时候吧 我测出来它是90兆 你看那线 你看那线 线的问题 普通看了 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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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就断开了 我刚拨上 我刚拨上 你那个线就断了 你这个线已经完全断了 显示不出来了 又显示出来了 稳线的问题 嗯 就是 是有890那个面板没打好 你这个接触不好 所以你看摆到了 嗯 所以跟你这个路设置没关系 这个的话就是你那个面板的问题 其余我这里的说法并不严谨 只能说是面板的问题概率大一点 毕竟这种敏仰面板 网线特别容易偷落 虽说不敢把面板确定是面板的问题 但是现在能确定的是 光毛到路由器之间 这条线出了问题 所以打完面板后 我就把纯的线也都换了一遍 现在拆下网线 现在是好了 现在可以了是吧 现在是好了 多撤几遍吧 看见了 虽说现在是能跑那千兆了 但是保不齐我走之后 它又变成了白兆 所以我这边得多撤几遍 行了 撤了几次都没什么问题了 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说了 嗯 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行了 收工了 其实这事情还没有结束 后面我才想起来 光毛这边的巡头还没有换 就是这么一个习惯 貌似就让我找到了千兆百兆的真正原因 嗯? 好像找到原因了 嗯? 好像找到原因了 嗯? 嗯? 这个松了 对 好像找到原因了 是这个的问题 概率不好说 这个 直接就这样了 水晶头太差了 我感觉这水晶头的概率应该会更高些 因为我拆网线的时候 我的力度是非常的大的 我能感觉到 之前的似乎压得非常的实 反而是这水晶头松松垮垮的 它接触不良的概率就非常的大了 后面我给这些网线都换了水晶头 他们家就再也没有出现千兆百兆的情况了 至于这种密码怎么打的 我这边就大概示范一下 比如它分A类和B类打卡 B类第一个格子它是橙色 我们就找到橙色的网线 把它放进去 摁一下 第二个格子是白橙 我们就找到白橙的网线 放进去摁一下 以死了一推 一个面板就这样打好了 好了 希望我的排查方法会对你有帮助 接着上一些讲 我在路射器里面发现了UTP攻击 在经过一番查找后 最终锁定了叫UPT攻击 在这条线上 于是我把它给拔了 但是网络依旧没有恢复过来 当时拍摄射备也没电了 于是只能明天再过来一趟了 到了第二天 我首先来到了办公室 问他们网络怎么样了 他们和我说 自从我昨天给路射器设置了静态地址后 网络就再也一直没有出现的问题 但是这些WiFi依旧连接不上 然后我又回到了机房 我打算用电脑接到大交换机上 看看目前网络怎么样了 结果电脑接上了交换机 露出意外的 一样 电脑没有任何网络 于是我查看了下电脑IP地址 结果和昨天的症状一样 电脑没有任何IP地址 于是我电脑跳过这些交换机 直接接到路射器上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上网 让我没想到的是 一接上去说 电脑就有网络了 IP地址也显示了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故障点已经很明显了 但偏偏这种故障 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所以我一时不知道从何下手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金控也是接到这些交换机上的 但是不管你怎么折腾 金控帽是从没有任何影响 现在的行动也就是WiFi连接不上 这时候我电脑在接回交换机的时候 却发现 我电脑又可以上网了 但是我啥都没有做啊 网络怎么又自己恢复了 当时我就怀疑这些网线另一头 是不是接了什么设备 把整个网络给扰乱了 毕竟录游戏之前 还检测出了UDP攻击 我把昨天带有UDP攻击的网线 再接回了交换机 看看网络有什么变化的时候 却发现这UDP攻击 竟然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它最后出现的时间 永远定格在了我昨天拔线的时候 我又试了下拼这个IP地址 却发现这个IP再也拼不通了 之后我就更加好奇这条线另头 到底接的什么样的设备 于是我就用群星仪开始了寻血之旅 由于找线过程实在过于漫长 这里我就跳过了 当时我有这条线会接到某台边脑上 后面我找到这条线 它居然是接到一楼的AP上的 但是我拆下来的时候 我发现它的MAC地址 和陆续记录下来的攻击地址 压根就对不上 于是我就用MAC小描器来 把整个网络扫了一遍 我挨个对比了列表里面的每一个MAC地址 就发现那个带有UDP攻击的地址 就凭供效尸了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要将这个地址 放进了路线的黑名单 但即使拉黑后 一样是解决不了WiFi连接不上的问题 我当时拿一楼拆下了AP 插到了机房的交换机上试了一下 看看能不能连接得上 结果我手机都贴到AP上面了 WiFi依旧连接不上 但是我用电脑接到的交换机上 是完全有网络的 拼也是正常的 为什么AP接到上面 连IP地址都没有 我以为是这个AP配置出了问题 于是我进入了后台 把AP还原出厂试了一下 没想到即使还原出厂了 WiFi依旧连接不上 这时候就拔了路线 路线连接大交换机上面的线 让路线直接插在这黑色交换机上 我就无信还不能上网 结果接上去后 WiFi居然可以连接着上了 我打开了导音刷回视频 证明它是有网络的 这时候我又把路线的线给拔了 接回大交换机上 然后黑色交换机也接回了大交换机上 但接回去的时候 就发现现在WiFi怎么又连接不上了 这个时候大交换机上面只有三条线 10号线是路线的 14号线是黑色交换机的 那这个7号线肯定有问题 好在白色交换机的线被我拔了 所以就暂时排除了 这个交换机带来的故障 于是我就把白色交换机接了回去 我再把7号线给拔了 看看WiFi会怎么样 直到这会儿WiFi连接是异常的慢 我猪猪等了20秒才连接上WiFi 连接后我打开抖音试了一下 WiFi有没有网络 这么看来是7号线出了问题 这时候我再把7号线接回去 看看WiFi还能不能连接得上 没想到7号线接回去了 WiFi居然可以秒连上不说 一样刷视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就更加奇怪了 或者我来来回回 啥都没干 WiFi就自己好了 正当我一脸懵逼的时候 我电脑怎么一物断网了 而且连IP地址也没有了 我电脑可是和WiFi 在一个交换机上啊 这就起了快了 之前我电脑是可以上网 WiFi就连接不上 现在WiFi可以用了 我电脑又断网了 没理由啊 这下就把我带到了使服从里面 于是我只能继续搞清楚 这些线的另头 到底都连接着什么设备 一楼的线已经没有找到了 接下来就搞清楚 楼上的三个AP的线了 这找线的过程实在过于沟雪 反正我在这个环节 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 如果加上这些镜头的话 那么视频就太长了 我也怕你们被这些线路照晕了 所以这个过程就被我删剪了 反正经过一段长长的时间找线 二三四楼的AP线 总算是被我搞清楚了 但这二楼的AP 为什么会接到这大交换机上 这大交换机并不具备pqa功能 为什么会这样接呢 我就不明白了 难怪我去二楼的时候 WiFi线路总是弱得很 原来二楼的WiFi 一直都没有通电运行 然后三楼四楼的AP 是接到这个黑色交换机上的 AP的线搞清楚了 我把这些AP线给拔了 至于剩下的这五条线 就是五个监控的 但是另外负责五个监控的交换机 又刷新了我的认知 开始为这是普通的交换机 没想到它背后写的 PoE交换机 我当时都怀疑这厂家 是不是贴错了标签 我半信半疑的 拿AP接上去试了一下 卧槽 AP居然亮了 要不是我七年所见 我都不相信这玩意 居然还是PoE交换机 看来还是我从业时间太短 连塑料壳的PoE都没有进过 这交换机上面的线我也搞清楚了 一号口是接到大交换机上的 二号和三号口其实是一条网线 但是被分成了两条使用 它们一条分别负责一个监控 另外一条负责四个监控 至于剩下那条不亮的 我就没有管了 然后大交换机上面的线 我也和大会再说一下 一号灯是那个塑料的PoE交换机 十号灯是连接路无器的 十四号灯则是这个黑色交换机的 至于那神秘的七号灯 原来是接到监控室的这个小交换机上的 这小交换机上面两条线 一条是接到录像机上 另一条是接到我不认识的设备上的 但是就算每条线都被我搞清楚了 我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没办法 只能放大招了 开始抓报分期 我们看到了这些ARP 是录录器发出来的 问题不大 然后我在统计里面查看了PPS 确实没有发生任何环录的迹象 但是我在数据包里面发现 有大量的DHCP 属于未想进状态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结果一天又过去了 我只能被迫回去 到了晚上 我和这大神聊了我的遭遇 没想到他说 他早些年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但解决了 还做成了视频案例 但是他的视频实在是过于专业了 所以他的视频 我就不完全播出来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他完整版的视频 我这里给大伙翻译一下 他到底讲了什么故障吧 原来就是DHCP的交互出了问题 再通俗一种的讲的话 就是交换机坏了 但是又没有完全坏 这种情况属于极其看见的 当我听到了答案 才知道 原来交换机还有这种故障 在我认知里面 交换机要么亮 要么不亮 难怪这种故障放在我面前 我都不认识他 这也就解释了办公室的路续 被我设置成静态后 网络就可以一直使用的原因 还有监控也不需要任何DHCP 所以是不会受任何影响的 要不是这位大神分享案例 估计我至今都不知道其原理 看来我的实战经验 又更加的丰富了 感谢大伙一路观看到此